為了煮一頓飯 我要弄這麼多鍋子 很累 我有看到這一個 這個是大寶鍋 它就非常非常厲害 我跟你講這 超高 超好用的 很多媽媽都很愛這個 是 可是這次已經這麼厲害了 還有更進階的嗎 這就是我今天特別帶來的 升級版 是 金寶鍋 金寶鍋 看到這邊 都完全長得不一樣 等一下… 金寶鍋 就像紅金寶 像那個五打的紅金寶 這麼大 就是很厲害 其實這個過程 我很早就有試用過 只要選對工具 你在煮菜都包了 你頭一行要做什麼料理 螃蟹 你在煮菜過程中 你不用做很高溫 既然不高溫 它就比較不會油爆 是 這個尺寸是34公分的嗎 4公分 我們可以輕輕地給它移動 或者是用筷子給它撥動 都很方便 是 而且它的感度還有夠 我們的煮菜比較不會掉下去 所以它一定要深度 深度非常深 我們要把鍋蓋先蓋起來 其實蓋鍋蓋有非常多的好處 它會把多一點的氣體排出 但是在還沒排出之前 它又可以把它聚熱 剛剛師傅介紹它前面的氣孔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在冒煙 有 它可以把裡面的氣體 用氣體把它排出來 像一般鍋蓋 就是它的氣孔是在這邊 就是一個小洞而已 對 它會怎樣就是往上噴 那有時候 我在看的時候 不小心就會噴到裡面 很可怕 所以它是橫的 然後又寬口的 是 所以它的氣流 所以你看這樣子滾都不怕它佈出來 對不對 對 它也非常好拿 它這邊有一個把手的部分 它我們在拿的時候會非常好 一般都是一個小蓋子 對 它有時候在廚房手會油 然後我們拿的時候會掉很危險 是 等它做一個把手設計 讓媽媽變得更好拿 那鍋枕接下來附一個格勒把手 對 好 讓你把它移過來 是 等它滾了之後呢 關中火 然後蓋鍋蓋 又會加速它的熟成時間 這是我們剛剛一直在用的 34公分的金寶鍋 海鮮粥對不對 對 不只這樣子 我們還有一個38公分的大金寶鍋 34公分 還有一個38公分 看一下看一下 38公分 三隻雞 對 三片五花肉 是 我現在用這個石頭 非常硬 直接用石頭 對 我現在倒在鍋子裡面 它可以想像一下一般鍋子 如果這樣子的話 鍋子肯定會爆焦 肯定會刮得亂七八糟 是 它除此之外不只這樣子 我要做一個耐高溫的實驗 你看看 它一般的鍋子 根本沒有辦法經過這種大火 好 我們抹布擦一下 給鏡頭檢查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剛才用石頭這樣去敲它 好 給鏡頭檢查一下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刮傷 完全沒有任何的刮傷 一樣亮晶晶 我現在沒有放任何一滴油 好 我再煎一個蛋皮 煎一個蛋皮 蛋皮也是要有一點技術 蛋皮肯定要加油 它沒有加油肯定會變什麼 變炒蛋 對 好 將我們蛋皮這樣繞圓 畫圓繞開 然後重點是可以看到 我們的鍋子裡面煎蛋皮 它導熱的速度非常的均勻 我只要輕輕吹一下 它蛋就直接掉下來了 而且我剛剛完全沒有加任何一滴油 我們還有一個最殘酷的實驗 麻糬 這種最黏的麻糬 也直接放下去 放下去 好黏喔 好 可以看到 鏡頭看一下 可以看到麻糬 我拿起來看 完全都不會沾黏的 我可以看到 它在裡面這樣滑來滑去 這麻糬好像快抹布喔 可以看到一般的 可以看到它在裡面這樣甩來甩來 實在是太厲害 是 佩服佩服 對